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苦夏!一个志愿军女文工队员的悲情往事》 作者 叶宇萌 演播 宇天 第二天我便找到王队长 告诉他我想通了 我要与宅团长见面 王队长惊讶的张大嘴半天没合上 像是嘴里撑了一根弹簧 当他终于意识到面对的事实后 连忙抓起电话 飞快地摇动电话摇柄 是令有亮节的电话 喂 令大哥子 侦探娘有你呢 你行 把个尼戈达斯的丫头说话了 对 对 他提出要跟宅团长见面 得到我的答复后 当天下午 宅团长没带警卫员 只身一人飞马而来 后来有人告诉我 宅团长那天骑着黄镖马 穿一身黄军衣 像一阵黄蜂似的刮进了我们文工队驻地 他来后 王队长派人喊我去队部 我走进队部时 他正背对着我 站在当地仰面大笑 王队长也笑着 不知他们说了什么好笑的事 总之他笑得很开心 浑身抖动着 还晃动着手中的马鞭 听见我进去后 他二人指住笑 宅团长转过半个身来 去我一眼 表情像一个办了错事的坏孩子 王队长把已经拿在手中的一支香烟递给宅团长 脸却朝着我说 苦下来了 坐吧坐吧 我在一把长凳上坐下 心中碰碰直跳 这将是我第一次与宅团长面对面的交锋 结果早已知道 我已经被战败 我是战败求和 以挽回些面子 因此我低头落座 不敢直视宅团长 王队长殷勤地为宅团长点着烟 脸仍然对着我说 可宅团长好好谈谈 会有收获的 这是咱们零七师最能打仗的团长 是文明全军的工程团长 大英雄啊 有你学的苦下 好了 你们谈吧 我出去办点事 你们谈 你们谈啊 王队长走后 屋门喷一声关上了 室内骤然变得沉寂 屋内躺柜上房东家的座中有节奏地摇摆着 发出咔咔的响声 宅团长在抗炎座下 一手斜着烟卷 一手拎着马鞭 低头看皮靴 半赏还是他先开口了 有啥话 你说吧 我说有啥用啊 事情总由不得我 那我说 我就看上你了 也许这事弄得有点委屈你 不过我宅玉祥会对得起你 一辈子对你好 宅团长说着 抬起马鞭 用力朝脚上的皮靴抽了一下 我要是知道闹出这事 那次跳舞 我就不会理你 我真感到委屈了 你哪里会知道啊 宅团长扬起他的大下巴 放声说 这都是组织上安排的 组织上听你的 组织上要帮助一个老团长解决个人问题 而这个老团长看中了你 团长是这个师最棒的 人称翟老虎 而你呢 师文工队的一朵花 你不嫁给翟团长 嫁给谁啊 英雄娶美人 你苦下就该嫁我翟玉祥 嫁别人才委屈你呢 那我有几个条件 我考虑了一下 郑重地说 如果你尊重我 就认真想一想 说吧 我就是来听你的意见的 第一 结婚后不当家属 不离文工队的工作岗位 第二 不大办婚礼 不闹洞房 第三 部队马上要入朝 要打仗 我不能在战场上怀孕生孩子 我的意思是 等抗美援朝结束 才能生孩子 我一口气把三个条件说完 好像不一下说完 会放弃某一条件似的 前两个条件都可以 没问题 宅团长抬眼瞅了我一下 说 第三个条件嘛 这 这谁能知道啥时候怀孕啊 不同房就不会怀孕 不同房还结什么婚呢 组织上要安排入朝前结婚 好让你轻松上阵 带兵打仗 可我呢 我要是怀了孩子 舔个大肚子 在朝鲜怎么下部队啊 你轻松了 我怎么办 那结婚不同房 不让人笑话呀 反正注意起 谁知道别的 那我答应这条 你就同意结婚 嗯 我点了点头 那你就成我老婆了 嗯 我又点了点头 只要你是我老婆就行 打完仗再要孩子也好 省得累赘 宅团长说着起身要走 咱们谈妥了 别的你不用管 我负责给势力打结婚报告 再准备准备 你就等着我办妥了手续 收拾好房子 来接你当新娘 送走宅团长 看着他从院外树上 解开拴着的黄镖马 飞身上马 绝成而去的时候 我的心 好似突然摆脱了一团乱麻的纠缠 开朗明快起来 那时我竟以为把背着的包袱卸下来是对的 我记得父亲以前常说的一句话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我甚至觉得 早知道问题决断之后的轻松 还不如早答应了呢 现在 个人问题解决了 烦恼也解决了 其实 刚刚十七岁 尚不按事事的我 太过单纯 我哪里知道 从那以后 不但不是卸下包袱 反而是越背越重 令我再难解脱 在随后的几天轻松日子里 我整日投入文工队入朝前的训练 和我们自身的业务学习 王队长倒是开始关照我 让我可以少参加些集体活动 该准备的就准备准备 要结婚了吗 是大事 我则对他说 有啥准备的 我到部队来时参加革命 又不是为了来结婚 王队长则笑道 哎呀 别这么说 你跟宅团长结婚 就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可我还是像啥事没发生一样 该参加实弹射击 就参加实弹射击 该练头弹练头弹 每天的业务学习照样进行 就连帮驻地老乡收麦子 我也没落下 那些天还分文政治部 要逐一考察文工队员的来历和出身 对于有问题的 要从副朝人员名单中剔除 有几个老一点的同志 忧心忡忡 担心被裁掉 那时就是这样 你要是正审不过关 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不行 你说写血书 坚决要求上朝鲜 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组组上还不让你去 而我对此的担心便少了很多 虽然我出身不好 父亲是小地主兼小资本家 可毕竟不是被政府镇压的恶霸地主 况且 我马上要与宅团长结婚了 我的正审如果有问题 组织上怎么会安排 我与宅团长结婚呢 几天后 传闻变成了现实 在一次文工队学习会上 武科长赶来宣布 有几个人不能跟部队复朝 准备接受复转安排 这几个人 有的是从国民党军队的眼具队 接收过来的 有的是从旧系班子招募来的 我记得一个戴眼镜的 挺文静的老陈 他小提琴拉得很好 据说是因为 他解放前参加过什么帮会组织 听到裁员的名单有他 他竟哆哆嗦嗦站起来 师生说 同志们 这是怎么了 同志们 我也写了血书啊 同志们 怎么了 同志们 他祈求雨哀伤的眼睛 向大家还视 而没有人回答他 那时我感到他目光中 含着难以理解的困惑 并在王队长的呵斥声中 摇摇晃晃坐下 好似支撑不住 瘫下一般 而我身边的一个名叫范静的 却小声说 对 不该让有问题的人去 有人立刻回击他 你小子到范静中举了 幸在乐祸的 这个范静 原是部队打仓线时 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 嗓子不错 留在了文工队 原听说 裁员的名单中有他 却不料他倒被留对了 或许是范静的名字帮了他 一个叫范静的人 大概有点文化的 都不忍心让他名落孙山吧 这天夜里 我躺在炕上 半天没有入睡 我在为那些被宣布离队的人担心 他们转到地方后 日子该怎么过 无论转到哪里 人家都会说 你看 这是从部队上给撵回来的 不让上朝鲜打仗 因为政审不合格 不知为啥 我又想起宣化女中 报考军事干校被拒绝的一幕 如果现在再发生这么一幕 让我离开失文工队 我承受得了吗 如果让我选择 与宅团长结婚 还是选择被迫离队 那我怎么办 想到这里 我觉得自己最终做出 与宅团长结婚的决定 是正确的 可是一想到结婚的日子 马上快到了 我又不禁担心起来 我提出的条件 宅团长能照办吗 口头答应是一回事 结婚时怎么办 怕又是另一回事 我想到有一天 秋月跟别人背后说我 正好让我进门听见 我甚至觉得 秋月是故意大声 说给我听见的 还是人家有本事 还没过门呢 就沾上大团长的光了 要不是靠个团长呢 凭他那个出身 没准就不能上朝鲜 那天我不知为啥 没有像以前一样忍耐 而是反唇相机 我可差得远呢 人家又关心领导 常给领导洗衣服 又虚心求教 老是找队长练琴 人家进步才快呢 都成团圆了 人家才是真有本事呢 当时我是豁出去 准备跟秋月大吵一下了 谁甘心总是当她的出气筒呢 她老鸭啄柿子 专简软的 咱可不能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齐的 我都想好反击的话了 她要再拿我结婚的事数了我 我就说 那还得谢谢你啊 多亏你好心劝我嫁给宅团长 我是听了你的话 才沾上了大团长的光的 你要是觉得好 敢明儿我让宅团长帮你也找一个 不然让王队长帮帮你的忙 却不料 那天秋月听了我反击的话 愣了一阵 忽然脸就红了 只信信一句 人家只说你结婚是好事 怎么你就扯出这么一大片 夹枪带棒了 说吧 秋月借故离开了 这反倒使我惊诧不已 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一向说话不饶人的秋月 今天怎么反常不练战了 第二天 王队长就找机会叫住我 笑着告诫我 要我注意同志间的团结 她说 秋月是帮我洗过衣裳 也是好心嘛 你别讽刺她了 昨天她哭成个累人 我以为有啥大不了的 你们这些女孩子们 我赶忙解释 说是她嫌拿我结婚的事 耍笑讥讽我 并不是我找她的不是 王队长说 算了算了 我懒得听你们的车轱辘话 哦 宅团长来过电话 说那边都准备就绪了 一两天就要来接你去结婚了 该喝你的洗酒了 夜里 我辗转反侧 久久未能入睡 忽然觉得身边有动静 一只手悄悄伸进我的被子 我知道 这是睡在我旁边的春红 她的捎带凉意的手摸到我的胳膊 又移到了我的手上 我伸展开五指 与她的手相握 觉得她的手心有些汗湿 随着她的头向我枕边靠近 我闻到她头发刚刚剽洗过 发出的好闻的香皂味道 喂 苦侠 睡不着 她悄声问 嗯 你怎么也没睡着 嗨 胡思乱想呗 她叹了一口气 问道 你真的要结婚了 这也由不得我 也是 躲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她轻轻掀开我的被子 我感到她温软的身体 滑了进来 再睡不着 干脆聊聊吧 我把身体向里挪动着 头也在枕头上移开些 给她让出位置 她的头并排靠着我的头 我觉得她的绣发 触到我的脸塞上 痒痒的 想不到 她把嘴唇凑到我耳边 敲声说 你个小丫头 倒把婚结到我前面了 结了也好 其他女的都跑不了这一步 都是早晚的事 在部队啊 女的手 像医院的医生护士 机关的机要员 电话兵 还有咱们文工队 有数的一些女同志 哪个不被盯着 你哪里跑得掉啊 你说想自己谈恋爱 找一中人吧 这总要有个时间过程吧 还没等你有这种机会 人家早开始向你发动攻势了 而且 最后咱们是这些女同志 找的都是岁数大的 为啥呀 部队有个规定 达到条件 才能批准结婚 因为多年打仗 未婚的老同志多 所以政治不规定 结婚必须是287团 就是28岁 七年营职 团职干部 当然这可是指南方 女的没太多限制 全国一解放啊 部队招了不少有文化的 年轻女同志参军 其中有一个不公开的意图 就是要为那些 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 解决婚姻问题 像咱们文工队啊 男同志肯定不满 大家私下议论时 也对此有看法 但也没别的办法呀 春红姐 我倒真挺佩服你的 你有办法守得住 谁也拿你没办法 我呀 是出了名的刺儿没 谁想掐 都怕扎手 可就苦了令有量了 春红姐 说真的 令副团长人 可不错 你别难为他了 我看你俩挺好的一段 前些天你病了 他来看你那回 也找了我 让我表态 说人家苦夏 都快跟宅团长结婚了 你比苦夏大好几岁 还不该解决了 我骂他 你帮着翟宇祥解决了苦夏 又想来解决我 你边去吧你 等到朝鲜打完仗 把美国佬赶出朝鲜再说吧 他咋办呢 急得够呛吧 我问 他急也没用 笑着说 还让我等啊 等得我着急上火 天天跑马 闹得没精神打仗 你负责啊 我就告诉市长说是你害的 你看他 没皮没脸的 让我催他一口 赶跑了 他也学坏了 嬉皮笑脸的 连跑马的事也敢跟我说 准是跟翟儿小学的 啥叫跑马 老骑马跑 我那时真不知道 跑马是什么意思 却不料这一问 倒让春红憋不住笑了 怕被别人听见 把头埋进背头 围在了我的胸前 我的胸脯 被他的脸颊压着 一种异样的 痒酥酥的感觉 生意上来 你呀 还真是个小厨呢 他仿佛无意间 触到了我的乳房 连奶子还没发起来呢 就便宜宅老虎了 告诉你 跑马就是指的 男人那里流出的脏东西 你看有时候 他们难得亮被子 上面一片一片的 跟地图似的 他们开玩笑 叫画地图 这回轮到我 憋不住发笑了 我觉得脸发热发烫 便也缩到背头里 咯咯直乐 笑闹了一阵 我对他说 陈红姐 干脆你和令副团长 结婚算了 咱们一块把事办了多好 唉 他叹道 沉思了好一阵才说 也不知咋搞的 明知道令有亮 人不错 可我就是不来劲 我寻思 是不是我性格太强 像个男的 跟他是硬碰硬 熟不到一块 还有 我好像对男人不感兴趣 算了 不说了 睡吧 睡吧 春红说着 又握住我的一只手 紧紧攥着 令我觉得有些痛 他的气息扑到我的脸上 离我如此之近 他朦胧中喃喃道 哎呀 早知道你顶不住 嫁给翟玉祥 还不如把你跟令副团长 弄到一起好 可惜没有时间 来不及了 你说什么胡话呀 春红姐 他的话令我耳热心跳 一阵晕眩 我连忙伸手捂住他的嘴 感到他的软软的嘴唇 在吻着我汗湿的手心 人的一生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的重要时刻 或者称为重要转折点 着意官场发达的人 在回忆中 可能记起几次重要的升迁 注重情感的人 会回忆起一生中 经历过的几位异性知己 然而在你当时经历那些重要时刻时 你却很可能平平常常地将它度过 或者在不经意中 做出影响一生的重要选择 若干年后 你会庆幸或是痛悔当初的抉择 但是时光如水流逝 青春韶华不再 或许人生的魅力就在于一切都不可追悔 你本可以那样 而不是这样 你还可以做得更好 当一切都即将消逝之际 你才会以旁观者的审视眼光 来欣赏每个人本质上都会演出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悲剧 婚姻对任何人都是重要的 而我的婚姻却在仓促间 伴着战争临近的脚步声来临 就像要渡河时 有人喊上那条船 你就被裹挟着登上了那条船 你在想 反正要渡船 坐哪条船并不重要 就这样 你把度过人生之旅中 登什么船 怎样乘船的重要问题忽略了 你没有意识到 其实人生的过程 就是选船登船和乘船而行的过程 到达彼岸并不重要 我结婚那天 翟玉祥团长派他的警卫员汤云来接我 那天上午 我们帮村里老乡收麦子 下午我们在小河边洗衣服 说说笑笑的 这时候 王队长领着汤云来找我了 王队长领着汤云 汤云牵着宅团长平时骑的黄标马 还有王林跟着 绕过河畔的桃林 来到我们这群喜喜涮涮的女兵跟前 刘东如眼尖尖叫了起来 来人啦 王队长 还牵着马呢 我那时正拧着一件刚漂洗干净的衬衣 听见刘东如喊 一转身就看见王队长 汤云和王林三人走到我们身后不远处了 黄标马高昂着头喷着鼻子 而王队长朝我走来 这时我立刻明白了 今天就是办事的日子 苦夏 苦夏 王队长喊 快收拾收拾吧 宅团长派警卫员来接你了 我衣裳还没洗完呢 我把拧干的衬衣扔到盆里 又去搓洗收麦子弄脏的军库 哎呀 行了行了 让别人帮你洗吧 王队长走到我跟前催促着 给我吧 春红姐从我手中接过衣服 看了我一眼 你快去吧 别耽误了 哎呀 你们看看 这宅团长也不投天通知我们 搞突然袭击 我们也没准备 王队长对我说 准备什么呀 我站起身 在衣巾上擦了擦手 随手衬了衬衣服 忽然发现没戴军帽 就对春红姐说 春红姐 把你的军帽让我戴的 我的帽子扔屋里了 你回头戴我的吧 春红走过来 摘下自己的军帽 为我戴在头上 并给我整了整衣领 悄声叮嘱我 记住啊 可不能要孩子 哎呀 这样吧 王队长抱歉似的对我说 我让王林去送你 他跟宅团长熟 到那里帮你应付应付 跑跑腿啥的 随后呢 我再带几个人 去参加你的婚礼 送啥 都挺忙的 不要送 你们也别去 我告宅团长了 不大搞婚礼仪式 哎呀 说是这么说 宅团长也是这个意思 可是你是咱们文工队 嫁出去的媳妇 咱不能不管 先让王林送送你 不知为啥 王队长这么一说 我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有点想哭 汤云催我上马 我扭捏着不愿骑 说 我没骑过马 不敢骑 不怕 我给你牵着 不让马跑 汤云说 哎呀 骑上吧 骑上吧 王队长劝道 新娘子不坐轿子 还不骑马 咱可不能自己走到 宅玉祥团里 那不成体统 咱就得骑马 这就等于 是她把新娘接过去的 骑吧 骑上去 洗衣服的姐妹们 也轰闹着喊叫 在王队和汤云的福帮下 我笨拙地上了马背 双手紧张地把着安头 马儿迈开步子 汤云 王队一左一右 护着我上路 身后大家在喊我 跟我再见 向我祝福 我骑在马上 却不敢回头 就那么由汤云牵着马 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骑马 坐在马鞍上 觉得很高 马儿四骑前行 我觉得摇摇晃晃 好像随时会摔下来 我全身发紧 腿脚僵硬 四五里路 觉得走了老半天 快到团部驻地村口时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屁股颠得生疼 两条大腿内侧 也磨得火辣辣的 我嚷着要下马歇一会儿 汤云说 就到了 回去些多好 哎呀不行 我受不了了 我坚持要下来 那咱就歇一会儿再走 王林帮我说话了 并上前勒住马配头 让马停下 再来扶我下马 歇会儿也行 汤云说 不过进村的时候 咱可必须骑在马上 要不然团长非得撸我不行 按说呀 接新娘 那新娘子脚 不能落地沾土 你说那个 我还说接新娘 得用轿子呢 王林反驳道 咱是革命军队 这就叫革命的婚姻 不讲旧的理俗 我们在路边树荫下歇了一会儿 汤云便催着上马 他是尽职尽责的 走吧 上马吧 怕团长等急了 我们正要上马进村之际 就见从我们来的路上 急急走来一队人 阳光照在这支队伍上 发出金属的闪光 哎呀 是咱们王队长带人来了 王林一声喊 果然 带人马走近 我看见 正是王统支队长 领着文工队的一标人 都拿着铜号黑管之类的管月 匆匆赶来 由于一路急走 他们每个人都一脸汗 哎呀 总算追上了 追上了 王队长来到我们跟前 摘下军帽扇着 一边抹着额头的汗 队长 你这是干啥呀 兴师动众的 我看见这个场面 确实不高兴 我的本意是 这次婚姻越简单越好 不愿张扬 这你别管 王队长一摆手 我们就是不冲你 也得冲宅团长呀 这个婚礼啊 我们士文工队不能不来 新娘是我们的人 宅团长又是 林七师的主力团团长 我们必须来 没办法 谁让王队长是我的领导呢 既然结婚的事不容我选择 那么结婚的方式 我又怎么能做主呢 于是 几分钟后 王林和汤云将我再次扶到马背上 他们二人一左一右牵着马 我高高地坐在马背上 所不同的是 我们身后增添了一支 十几人组成的 金光闪闪的铜管乐队 在走进一团筑地村口之际 王队长一声令下 管乐齐鸣 茉莉花的曲调 飘然而起 婉转回荡 引来村庄 男女老幼夹道观看 好不热闹 在人群的粗拥中 我骑在高高的马背上 随着乐曲声行径 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是又一次登台演出 欢乐的是围观的人们 而自己只不过是在执行 上级交给的演出任务 并且演出时应该精神饱满 尽职尽责 感谢您收听有声小说《苦夏》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